干净卫生,便宜实惠,味道稳定,品种丰富,还能降低成本 近日,智能炒菜机在成都部分餐饮店火了 炒菜机炒出来的菜好吃吗?炒菜机真的可以代替厨师吗? 成都锦江区的一家社区餐饮店就已经开始完全使用炒菜机代替厨师 11时左右,不大的后厨内,五台炒菜机已经开始紧锣密鼓的工作 原本火力十足的后厨,被明确划分为配菜、传菜、炒菜机、炒制、出餐工序 负责炒菜机的工作人员将配好的原料盒放置在炒菜机上 在屏幕上点击需要制作的菜品后,炒菜机就开始自动炒制 三至五分钟的时间,一道新鲜出炉的菜品就送到了食客的餐桌上 感觉挺好的,最起码吃这个东西我感觉口味比较稳定吧 还要是老板不说这个机器,我真的感觉不到这是机器人炒出来的菜 从上菜速度和菜品的样式,我觉得跟我们家头做的差不多 只是感觉由于它是用机器炒的,它就没得了少了点那种厨师的那种压口味 我觉得老板现在就做一个方便快捷,快捷还适合用,菜的量还是不错的 该店老板黄天勇介绍,2019年底,他们一托自行研发设计的炒菜机 将原有的餐饮店进行转型升级 如今已在全国开设30多家只使用炒菜机的连锁门店 同时还将门店开往了美国,西班牙,德国,新加坡等地 黄天勇直言,炒菜机不仅效率高,还降低了时间,资源,人力成本 机器它是一个不需要去做预处理和准备的 那它只需要干一件事情,就是你把菜给我放在这个地方 根据它不同的需求,我自动把菜往里面倒 然后中间它是连贯性的 所以像我们店里面,比如说一个四川的腊子鸡 如果是正常炒的话,应该要扒它10分钟 那我们用自动炒菜机炒的话,生的鸡肉把它扁干扁香的话 到炒熟就三分半 以前传统厨师炒一个菜的话,大概一份菜的人工成本是7块钱到13块钱不等 但是现在我用自动炒菜机之后,我们大概炒一个菜的 就是能耗成本大概是在5毛钱 此外,依托数字化菜谱,机器出餐在维持菜品口味稳定的同时 还能保证菜息丰富 目前我们这个AI模拟学习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第一,我们现在在服务穿菜行业 然后也同时在服务香菜的头部连锁品牌 也在服务玉菜,灰菜的头部品牌 那在服务的过程中,我们也在跟他们的研发团队 在不停的配合机器式进行学习 所以说系统上面现在已经有500多个可以商用的菜谱 那中国人尝试的菜大概有2300多档 所以说我觉得大概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 通过我们不停的去服务这些连锁品牌 通过跟各个地域市场的大厨合作去完成数字菜谱模型的搭建 位于金牛区的另一家老牌餐饮连锁店 也于今年7月引入了一台智能炒菜机 在该店负责人马长寅看来 炒菜机最大的优势就是成本低,稳定性高 但马长寅也直言 在散客店餐方面,以及部分如凉菜、卤菜等菜品 炒菜机还差点火候 自从这个机器进入我们这个产品之后呢 在我们很多产品呢 就一圈圈圈地露入了机器人炒菜的设备上 凡是厌系的产品都完全能使用机器炒菜了 就我们这个领餐呢 有四个桌子 有可能点四个不同样的东西 说是相对起来 就不能完全用机器来代替了 个别性的产品呢 完全能够起来 尤其是烧菜 或者是单品的 就是一些串割 尤其是校园工厂 或者是医院大专院校 这些单品存口是完全可以取代的 某品牌炒菜机代理商链翔健认为 智能炒菜机的优势不仅在于炒菜 还有后台数据管理 目前炒菜机的推广应用 在全国范围内还处在数据积累的起步阶段 其中还有部分炒菜机落地海外 未来形成食谱集合 实现数据互通后 炒菜机的普适性将更强 不仅能提供更精细的服务 还有可能为广大厨师催生出新的赛道 目前我们联网的在线的机器 每天大概都有三千四百多台在运转 应该不管是从社区食堂 还是社会餐饮店 都在开始逐步进行运用 应该说现在智能炒菜机 在炒菜方面的技术就已经很完善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 怎么利用互联网这种社会 给餐饮老板提供更详细的 后台管理的总结分析 我们有一个是用云菜谱 我开发了新菜 我可以放在我们这个云菜谱上 如果其他的厨师看好你这个菜 那我可以进行下载进行运用 在成都餐饮同业工会 执行会长袁晓然看来 餐饮数字化在提升服务 实现菜品标准化 推动餐饮行业转型升级 实现餐饮全球互联方面都有大助力 餐饮业作为我们城市消费的重要资助 正面临着前手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这种便捷高效可负质性 从某种角度上解决了我们现在 穿菜出海难的一些问题 从前期智能点餐 在线支付到无人配送 从我们大数据分析 顾客的偏好喜好 到个性化推荐菜品 数字化技术正在逐步改变 餐饮行业的每一个环节 为消费者带来更加便捷高效 个性化的用餐体验 当下我们觉得应该去拥抱这种变化